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挑战整个亚洲 他们的战场不仅仅是在中国 缅甸 泰国这些国家都有日军的身影 能够将战场拉到整个亚洲 甚至于后期连美国也被牵扯到里面 这说明当时的日军战斗力是非常残悍的 虽然日本人非常凶残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拥有极高的军事素质 这一点是我国比不上的 以前曾听爷爷说过 在他们听到日本兵的飞机飞过时 他们都要躲在桌子底下 可见的那时候 他们是被日军的那个残暴 有多的那个 多么深刻的那个印象 肯定的 我们躲不过这个第二世界大战 这个在马来西亚呢 也是遭受了这个日本人的战 所以在这个里呢 就开始 很多那个西亚南洋的这些 我们的祖先呢 他们也是遭受了这些 迫害啊 就是有些就是 那个 这种 就鸽头啊 然后还有就是 亲亲亲害啊 这就是以前的三交钱 那钱里有三交数 这就是他们的死亡证书 还有就是 那个 他们的书信 举着高耀旗的日本士兵骑着自行车 在东南亚的丛林里猛追不舍 一路沙下马来亚手 不过优势并不总是站在侵略者这边 由于马来半岛天气炎热 很多自行车在骑行过程中都爆胎了 只剩下金属的车轮毂 行驶过程中发出 咣咣咣咣的声响 而数以百计的轮毂咣咣作响 会成一种嘈杂的声音 曾经有英军远远听见 日军自行车部队发出的这种声音 还以为是坦克来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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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